大家好 歡迎收看10月9日星期五的收視講round 再來我陳議題和大家總結港股確訪 內地長假之後 A股今天是服侍 人民幣也走強 港股也高開 在成家回升的情況下 走勢反覆偏遠 不過以周計算的話 升勢不足 美股做好 恒指高開150點 一舉創度一個月的新高 但之後走勢反覆 持續好淡拉腳 一代下採134點 但在24大關和21天線附近都有有力的支撐 恒生科的指數組斷是維持到跑贏恒指的升勢 但最終遙度跌7點 收報7503點 五年升亦都隨之告終 但此前累計的升幅令到周內合共是升到416點 升幅去到5.9 國指就收報9617點 單日微錯6點 按照升到220點 升幅在2.3% 北水歸位 成交達1,125億 一樣 是5月25日以來的單日最高 創網股份升跌會言 騰訊一度衝破540元關口 最高見過545元的月高 十尾升0.8% 回控方面升0.2% 友邦與港交所分別跌了0.4%以及1.5% 壓力方面一度創到293元的新高 吸口回調到跌1.2% 收報286.2% 手機設備股份受到光學龍頭 大立光保守的第四季展望拖累集體回套 順宇與瑞昇分別跌了2.6%以及2.7% 優太科技與順利分別下跌2.2%以及4% 富士康大跌7.6% 這個禮拜展現出0例升勢的光復股份 今天力竊 見到回調非常急速 例如順宇光能和脈福萊特 都雙雙急回1成左右 順宇能源方面已經終止了連續7日的升勢 又大幅回吐近1成半 今日的收視講到這裡 下週再見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